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兴奋剂指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整个比赛 特别是关于23名中国游泳选手在东京奥运会前检测出阳性但仍被允许参赛的事件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指责WATER和中国反兴奋剂机构掩盖真相 并称这是一场潜在的掩盖行动 同时 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外交冲突也愈演愈烈 美国国会甚至通过了一项法案 威胁要取消对WATER的资金支持 而国际奥委会则暗示可能会取消美国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主办权 此外 治疗用力豁免Tuesday的问题也备受关注 特别是一些运动员在使用禁药治疗疾病时 是否仍能保持公平竞争 这一系列问题揭示了反兴奋剂工作的复杂性和双重标准的存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泳池之间的政治与禁药风波 在巴黎奥运会上 每位游泳选手都通过了最近的药检 然而 禁药指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整个比赛 这届奥运会上 许多人嘴边常提起的词语不是冠军选手的名字 而是屈美他禽 这种提高心脏供血 增强耐力的药物成为了比赛之外的焦点 特别是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TER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ETA的争议中 风波的起源 事情的起源要追溯到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 据报道 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前的药检中检测出屈美他禽阳性 然而 这些运动员最终被允许参赛 原因是中国反兴奋剂机构CHINADA表示这些阳性结果源自于运动员在国内比赛期间住在酒店吃到的受污染食物 屈美他禽 通常以固体药片形式存在 而不是液体或粉末 WATER接受了CHINADA的解释 但并未公开这些检测结果 这些结果直到今年才通过纽约时报和德国电视台2的联合调查被公知于众 当中有11名运动员参加了巴黎奥运会 澳大利亚选手凯莉 麦基翁 凯莉 McKeown赢得了100米和200米养泳金牌 她告诉 南华早报 我对于奥运会前的禁要事件感到非常难过 我认为这件事被悄悄处理掉了 如果这是其他国家 结果肯定会被大肆报道 潘展乐的争议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巴黎奥运会上打破了自己的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 却无意中陷入了这场禁要风波 尽管他从未有过阳性要检记录 但这没有阻止澳大利亚教练布雷特 霍克 Breadhawk 愤怒地声称潘的成绩不是人类可以达到的 不是真实的生活 这一言论无疑暗示了对潘的怀疑 香港游泳教练汤姆·拉斯顿 Tom Rushton 则持不同看法 他对《南华早报》表示 对潘的成绩进行质疑是无知和令人失望的 拉斯顿说 这表明有些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一无所知 许多这样的网络评论来自美国 美中外交对抗 这场禁要风波已经使美国和中国进入了直接对抗 USADA负责人特拉维斯·泰加特 Travis Tigert 指责WADA和China把阳性结果扫到地毯下 并称这是一场潜在的掩盖行动 WADA则称泰加特的言论令人震惊 完全错误且诽谤 就在今年6月 退役游泳巨星麦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 在美国国会的一个监督和调查小组中表示 WADA的改革尝试都未能取得成效 上周 美国立法者通过了 恢复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信心法案 这将赋予美国国家禁要管制政策办公室权利 以撤销政府每年对WADA的付款 作为最大的资金捐助者 美国尚未支付今年的362万美元 作为WADA的监督机构 国际奥委会 IOC 也暗示 可能会取消美国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主办权 或者更现实的 2034年盐湖城东奥会的主办权 禁要与道德 菲尔普斯表示 对潘展乐的指控是不公平的 他认为一个运动员一旦被发现禁要阳性 就应该被终身禁止参赛 看到人们花费四年的辛苦努力准备奥运会 却被作弊者夺走成果 这让我心碎 菲尔普斯说 然而 菲尔普斯对于治疗用豁免 Tuesday 并不那么坚决 Tuesday允许运动员因医疗需要使用背禁药物 我曾经因为鼻炎需要用鼻喷剂 所以我必须申请Tuesday 他告诉南华早报 菲尔普斯认为 Tuesday有其存在的理由 但运动员必须遵循正确的规范 允许运动员使用禁药治疗 引发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即这些运动员的成绩 是否完全反映了自身的能力 还是依赖于药物的帮助 许多治疗哮喘的药物 如沙丁暗醇 弗莫特罗和特布塔林 都被发现能提高运动员的力量和耐力 双重标准的存在 麦基翁与菲尔普斯持相同立场 麦基翁曾在哮喘发作时 接近需要申请Tuesday 他完全理解需要使用这些药物的运动员 他表示 我对澳大利亚的医生有充分的信心 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我无法替全世界说话 但我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而自豪 我为自己是一名干净的运动员而自豪 拉斯顿指出 在对待杰出表现的反应上存在双重标准 潘展乐的成绩受到广泛质疑 而美国选手伯比 芬克 Bobby Finker 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 打破了一项已保持12年的记录 却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中美对立的未来 纽约时报 上周报道称 另有两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在2022年的要减中阳性 但未被公开 其中一人参加了本周的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赛 并赢得铜牌 与此同时 Chinader指责美国对其长期的禁要问题视而不见 Chinader称美国国会 USAIDA和美国媒体采取了选择性的方法 通过捏造和构陷混淆是非 解决之道 菲尔普斯坚持认为 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让所有国家的反兴奋剂机构聚在一起 找到一种全球统一的检测方法 然而中美之间找到共同点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拉斯顿补充道 我出生在英国 在加拿大长大 所以我是个西方人 但与香港游泳选手和师辈合作后 我对中国游泳运动员和教练有了更多了解 我为潘展乐和他的教练感到高兴 在这场竞要风波的背后 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故事 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 道德标准和政治对抗 这场风波不仅仅是体育赛场上的竞争 更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场角力 巴黎奥运兴奋剂风波 中美对垒的兴奋剂大戏 在炎炎夏日中 巴黎奥运会激烈的角逐已经尘埃落定 但在竞技场外 一场关于兴奋剂的风波却愈演愈烈 让我们进入这一戏剧性的舞台 看看这场中美之间的兴奋剂博弈是如何上演的 一切要从美国田径新星 埃里扬·奈顿 Aria Knighton开始说起 今年3月26日 奈顿在一次例行兴奋剂塞外检查中 竟然被查出成类固醇 群伯龙 杨姓 对此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YUSADA迅速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解释 这并不是奈顿的错 而是他使用了受污染的肉类 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于是乎 YUSADA大手一挥 决定不对奈顿实施禁赛处罚 并允许他继续深加巴黎奥运会 于是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立刻发布了一份 措辞严厉的声明 怒斥YUSADA的这一决策 声明中强调 美国在处理本国运动员的兴奋剂事件时 表现出了典型的双重标准 为自己的选手开脱无罪 却对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毫不留情 你看看这双重标准 简直是一个国宝级的扭曲啊 而这还不算完 中国的官方媒体也纷纷加入战斗 批评美国通过 罗勤科夫反兴奋剂法案 在国际体育界长臂管辖 企图利用国内立法 资金和影响力 来破坏国际体育赛事的纯洁性和公正性 尤其令中国愤怒的是 美国政府居然对中国勇守的兴奋剂污染事件 展开了刑事调查 仿佛要把他们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对此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已经表示了反对 显然认为这太过了 纽约时报也不甘寂寞 爆出了一条让人目瞪口呆的消息 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上届东京奥运会 前几个月兴奋剂检测成阳性 但仍获准参加奥运会 对此 中国解释说 选手们居住酒店里的食品受到了污染 WADA也采纳了这一解释 然而 在本届巴黎奥运会 中国运动员却被要求接受了远多于其他国家 选手的兴奋剂检测 显然 这让中国非常不满 认为这种行为完全是针对性打击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体育 与运动科学系主任许坤德 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 WADA要求所有奥运会运动员强制接受检测 特别是那些赢得奖牌的选手 因此中国选手被检测也属合理范畴 但是 许坤德也指出 美国针对23位中国选手的兴奋剂事件 展开单方面调查 意味着他们根本不信任国际奥委会 和WADA的公正性 这种行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如果处理不当 将会对世界体育规则造成巨大的冲击 这场中美之间的兴奋剂大戏 犹如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肥皂剧 不仅让人们对体育精神的纯洁性感到担忧 更折射出国际政治在体育竞技中的复杂博弈 你以为这只是简单的兴奋剂问题 不 它隐藏了太多的权力斗争 利益博弈和政治较量 巴黎奥运会虽然结束了 但这个兴奋剂风波的故事还远未画上句号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场大戏的下一幕将会如何上演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不得不提到 这次的反兴奋剂问题根本就是美国在搞政治操作 你说23个中国游泳选手被检测出阳性 结果是因为酒店食品污染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但事实就是 WADA接受了这个解释 还有瑞士独立检察官报告支持这个结论 美国自己那边呢 Ariane Knighton吃了受污染的肉类就被轻轻服过 这不是双标是什么 楚天书 你讲得好像中国游泳选手都是无辜的圣人一样 美国的反兴奋剂法案可是全球公认的 就像罗琴科夫法案 还有美国国会支持的 恢复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信心法案 这里面可没有什么阴谋 你要知道 Michael Phelps都说了 一招中毒 终身竞赛 那么多运动员辛苦训练了四年 结果被那些作弊的夺走光芒 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谢琪琪 你说的这些法案 说白了就是美国用来操控国际体育界的工具 美国自己有多少运动员曾经务实受污染的食品而被赦免 这种行为难道不是自打脸吗 你看 美国选手Bobby Finger创了12年来的新记录 大家赞美说他努力 为什么到了中国选手这里就变成了不可能的成绩 这种明显的双标就像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 力图改变世界却被世界改变 楚天说你还真会拿历史典故来比喻 不过说双标这件是我们还可以讨论 你知道吗 Simon Biles因为ADHD需要持咬 这经过了TUE也得到WADA认可 这些用药的规则可是每个运动员都知道的 如果有人违规 不管是哪国人都应该受到惩罚 你觉得中国游泳对在巴黎的成绩是真的不受影响吗 23个选手的污染事件真的是太戏剧性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ra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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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